大家好 一贯昏昏欲睡 老麦无力 说几句话呀 你就担心他会过去 在沙发上坐时间长了 你就担心他会拉一裤兜子的美西宗 这两天突然暴怒 大声疾呼 美国还会好起来吗 我们先看一下视频 明月6日 I've spoken to over 140 heads of state since I've become president you know what they all ask me is America going to be alright what about democracy in America did you ever think you'd be asked that question by another leader we can't give it any oxygen we have to step on it we have to respond to it it's not who we are 看到这段视频呀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瞌睡桥 对吧 一直给人的印象啊 就是非常老漫 没有力气 对吧 但是啊 在这段视频当中 暴跳如雷 暴躁如雷 突然变得非常有力了 说明什么呢 他要表达的东西 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说呀 对他是非常有刺激的 你像拜登和川普辩论之前 川普都说辩论之前啊 他吃了点药 所以让他有了精神 那你可 可是啊 你看这一次 对吧 比总统辩论 还让他有精神 还让他有力气 说明啊 他要说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拜登也说呀 对吧 不久前召开了民主峰会 要联合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 共同的对付中共 那么世界的民主国家要联合起来 可是 对吧 你看拜登的话里说得很清楚 这1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质问他 美国还会好起来吗 拜登呢 是想通过民主峰会 再次举起民主的大旗 可是民主这个东西啊 很虚 大家也知道 拜登你想通过民主 联合世界130多个国家 可是 第一个 给不给钱 如果给 对吧 你不要说给这130多个国家 钱和援助了 美国现在 你这个基本的法案 你都通不过 对吧 最近啊 原本一定会通过的预算案 民主党有一个议员 叛变了 你看又没过 你自己内部都搞不定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 这一次选举 拜登 对吧 和川普的票啊 差距不大 差距大呢 是因为选举人制度 但总的来说 两个人的票呢 差距不大 一个8000万出头 一个7000多万 两个人加起来呢 总票数是1.5亿 但问题是啊 邮寄选票 对吧 就6500万 很多问题呢 就出在邮寄选票上 所以啊 美国的 共和党的支持者 红脖子们 都认为这次选举作弊了 他们有很多的证据 很多投票点 问题很大 比如点票的时候 把这个不拉下来 不让 不让共和党的人去看 那能行吗 点票的时候 你必然得让 反对党 或者两个党 你都得有人去看 他不让看 对吧 还有烧选票啊 等等 很多的很多的事啊 所以美国人民呢 不高兴 他质疑这个事 就上了国会山了 有了国会山之乱 国会山之乱啊 我们应该怎么形容呢 他就是 公民不服从吧 香港的公民不服从 还有台湾的这个太阳花 对吧 可是国会山之乱 被拜登严酷的打压了 以前也说啊 那么以前 美国鼓吹阿拉伯之春 台湾的太阳花 香港的 对吧 这个占领立法院 鼓吹这些东西 鼓吹人民 反抗政府 什么反抗恶法 但他从来不说恶法是啥 反正你就要反抗吧 你天天鼓吹这个东西 美国人民看不着吗 美国人民看着了呀 所以当时啊 这个美国人民认为 你这个邮据选票 那就是恶法 对吧 而且拍到那么多作弊的证据 那你这个选举就是恶法呀 那美国人民难道不可以反抗吗 其实是可以的啊 是可以的 虽然国会山之乱被镇压了 但是啊 这部分共和党的支持者 他的不满是在燃烧的 他的不满是在机遇的 那么目前拜登的支持率 已经成为美国二战以后最低的了 川普或者是川普主义者 随时会上台的 对吧 马上明年啊 美国要终极选举了 如果终极选举啊 选举失败了 拜登啥也干不成的 你像130多个民主国家有任何的承诺 有用吗 人家信你吗 美国现在自己内部政治割裂这么大 川普要下上台的话 怎么办 对吧 明年中期选举 再过两年 总统又大选了 总统大选还晚点 那明年中期选举呢 共和党再上台 现在共和党都变成川普党了 对吧 议会掌握在共和党手里 拜登能干啥呀 啥干不了 那议会呢 你所谓的多边主义 所谓的国际组织 所谓的联合世界民主国家 一个过不了 因为 对吧 这个共和党这些支持者 人家支持的是什么呀 很简单呀 就是反对多边主义 反对国际合作 退出什么 TPTPP啊 对吧 退出WTO啊 退出 这个 世界卫生组织啊 甚至还要退出联合国 当然我支持他们退出联合国啊 这帮人要 要的就是这个呀 对吧 你就等于你联合136个国家 搞民主峰会 不管你搞出什么结果 达成什么决议 你执行得了吗 现在你美国国内的议案 你都通过不了 还指望着通过 对吧 对国际的援助 而且你美国国内 对吧 以川普为代表的 这些川普主义者 就是反对国际合作的呀 明年中级选举 后年 大后年总统大选 川普主义重新回来了 一切合作都白合 都白玩 到时候呢 川普合约一丝 对吧 国际组织一对 然后American first 到欧洲一通老权 到东南亚一通老权 到非洲一通老权 到日本一通老权 到韩国一通老权 对吧 打遍全世界 反正美国第一 美国优先 谁也不管 怎么办 这都是世界 各国 尤其是 拜登口中的 这些像问他的 美国还会好吗呢 这1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 心中最大的疑问 你美国政策 你到底有没有延续性 你能不能延续了 你再一次回到单民主义 我们陪你玩 玩啥呀 我们给你们扯蛋呢 陪你浪费时间的呀 这对拜登当下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他就是要搞国际合作的 光靠美国 你对付得了中共吗 对付不了 美国你自己要 慢慢衰败去吧 你 你只能一步步的走下坡路啊 对吧 香港国际合作 眼下看来 似乎什么也合作不成 你说的真的算吗 美国选举会不会变天呢 美国国内两党有共识吗 不要说两党 民主党内有共识吗 而且民主党的 以桑德斯 伊丽莎白沃伦 AOC为代表的 左派 数量越来越大 这把左派都不鸟你这个 以拜登和佩洛西为代表的 建制派的 甚至他们也是反建制派的 你看看桑德斯和AOC的主张 其实和川普差不多 对革旧合作也没什么兴趣 主张把美国建设好 产业链回美国 到时候呢 这世界各国跟你合作 到时候你还得勒索人家 你这政治一变天 你还得勒索我们 我们图啥呀 为谁辛苦 为谁甜呢 这是关键 这是关键 其他对吧 分析很多 你不管通胀啊 美国现在的通胀啊 什么解决不了 这不是重要的 就是你能不能决定美国的政治 美国政治要不要变天 政策有没有延续性 川普会不会上台 明年中级选举能不能赢 这是主要的呀 这就是根本啊 所以拜登也非常的急 同样的我们来说 川普的支持者 为什么突然变了这么多 共和党为什么突然 由建制派的党 变成了一个民粹派的党呢 那不就是因为美国搞全球化 对吧 那很多本土产业者 破产失业 经济越来越差 日子越过越差吗 不就是你搞全球合作搞出来的吗 所以他们天然的反对全球合作 就是要恢复以前的门洛主义 对吧 美国关上门 管好美国的事情 人家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而且这帮人呢 也是受拜登的正式正确的刺激 受这个LGBT等等 这些政策搞得极端的刺激 那你看拜登后半段怎么讲的 美国是一个对吧 有这个黑人白人 印第安人亚裔等等 种族主义是不允许的 要大力清算种族主义 然后又讲美国有同性恋 异性恋 健康人 残疾人 一装屁 巴拉巴拉一吐 对吧 那各种的取向 美国也是自由的 不允许有歧视 那么还是加大速度 搞奥巴马时代的政治正确吗 加大速度搞吗 你这么搞的话 那更加的激起 对吧 这个川普的基本盘的反抗 甚至说川普的基本盘会变大的 因为疫情到现在 美国的失业 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通胀 都起来了 那生活状态 经济状况越来越差 那投川普的人呢 也会越来越多的 越多的话 这世界130多个国家 那更不会跟你合作的了 所以这次民主峰会白开了 拜登也闹了个笑话 同样的拜登啊 也被这1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 给一通质疑 那么接下来呢 要么呢 拜登摆烂 要么呀 就是继续高举政治正确的牌 对国会山之乱 对川普 对美国的红脖子呢 加大清算 如果真的清算到一定程度啊 就像前面说的 弹簧压得越紧 一定会崩的 对吧 其实这种时候 应该做的是 弥合族群分裂 弥合两党分裂 但是两党制 他天然不会搞这个东西的 一定是 左的越左右的越右嘛 所以双方的对立冲突 一定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世界各国更不会相信你 对吧 你怎么办呢 似乎啊 老拜登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只能无能者狂怒 在那里发出了一阵阵的怒吼 所以接下来啊 美国会很有趣啊 我觉得会更多的 更多的乱子啊 更多的笑话 更多的戏出来 一个是经济环境在恶化 另外一个 哎呀 就要布局中级选举了呀 这次中级选举 拜登输不得 同样的 三年后的总统选举 他也输不得 拜登只干一届 是个笑话 对吧 他能不能干到下一届 这意味着 美国政治的延续 明年中级选举输了 什么都不 那就完了 白白了 如果中级选举赢了 还得看他的总统 不管他使用什么手段 黑的白的 脏的臭的 什么手段 你能再干四年 这个世界各国呀 就他所谓的吧 这些民主的盟友啊 才能对他有所相信的 最后吧 这个民主不民主啊 没什么意义 就像这次民主峰会 就像这个视频 拜登讲的 世界上这些国家 问他 美国还会好吗 没有人在乎你民主不民主 在乎你会好吗 好的意思是什么 你能不能引领世界 你能不能带领世界 同时 你好的时候 你能不能给我点好处 你能不能给我点援助 你能不能 给我们点科技的红利 你能不能 给我们更大的市场 是这个东西 同时 你向我们的许女 能不能延续 这是主要的 所以我记得在美国 今年选举 刚刚结束的时候就说过 直播的时候就说过 对吧 拜登的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加大政治清算呢 你不管采用什么手段 甚至你采用纳粹的手段 对这些红伯的都可以 你彻底把他们清算掉 让他们闭嘴 让他们滚蛋 不闭嘴的 你就把他 你越这么干 这个你的民主大级 觉得越高 世界各国更相信你的民主 就这个样子 真的像他们 宣扬的这个民主 乱糟糟的 你表达你的 他表达他的 美国一团乱 世界各国 非相信你 你能干啥 你说的东西 我信吗 你向我的许诺 能做到吗 你能提供更大的市场吗 你能转移更多的技术吗 你能引领世界吗 所以控制力 掌控力 这是主要的 至于你是什么手段 不重要 甚至越是这种时候 越需要一些 对吧 黑的脏的臭的手段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